再來下面這裡有好多的包包 最近比較好奇的是這一款 好像是可以把它直接鞋背在肩上 好既然好奇的話呢 就直接把它買回來開箱啦 其實羅卡在前幾次就在電玩店裡面有看到這一款包包了 那一直都還蠻好奇的 畢竟羅卡之前有講過 想要來開箱這個比較大一點可以鞋背的包包 這次這一款包包呢是Holy附廠來出的 它雖然是附廠的 不過是有任天堂公司的授權價值 所以它的產品上面都會有印上這個任天堂的logo Mark在上面 算是還蠻不錯的 而且呢在前幾次開箱Holy的附廠產品的時候 其實都覺得它的東西 品質上來說是真的還不錯 不管是太古達安的那一個附廠古拉 還是Holy的那一個平板支架呢 感覺都是非常的不錯用 而且質感來說真的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呢這次羅卡終於把它很下心的給帶回來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一個包包 旁邊這裡有一個 就是一個人物的圖示部分 其實呢它是可以鞋背在肩上的 對於拿Switch來說好像又更方便了一點 另外呢上面這裡有畫出來 它裡面好像可以放下不少東西 所以感覺還不錯 重點是呢它這個包包 因為它是有原廠授權的 所以呢它把logo也完全的印在上面 感覺是不是更有質感的咧 另外這個包包其實是在今年7月的時候才出來的 羅卡在之前有先上網做了一下功課 發現這個東西原來還蠻新的 因為7月出來現在9月中嘛 一個多月應該還算新啦 今天就來開箱看看吧 那我們呢先來看一下今天羅卡準備了哪一些東西 要來把它塞進這一紙包包的 GOGO 好那在看今天準備的東西之前呢 先來跟它分享一下 如果呢有想要看一些稀奇古怪的周邊開箱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羅卡講一下 頻道的訂閱呢 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幫羅卡直接按下去喔 就會有更多的周邊甚至呢 遊戲3C的開箱 都會在羅卡的頻道出現 今天準備的東西呢 有如桌上現在這樣子大家所看到的喔 那我們先從左邊來一一開始介紹好了 首先呢就是我們Joycon的這個手把座 在上面呢羅卡又特別裝上的兩個手把 這樣子呢手把的攜帶數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如果是要多人一起來玩遊戲的話 也會蠻適合的 接下來呢是Pro的手把 旁邊這裡就是Switch的主機 最重要的主角 下面這一個呢是如果要連上TV 不能夠或缺的TV底座 Joycon的手腕帶AC充電插座 下面這裡呢有一條是Pro手把的線 有一條呢是HDMI的線 最右邊這一個就是今天的主角 Holy的新的包包啦 好看完了這些東西有沒有感覺很興奮 其實羅卡呢應該是有多準備了一些啦 因為這只是包包呢 羅卡有稍微看一下大家的盒子 背面這裡大家可以看一下 背面這裡呢其實有畫到 包包裡面大概可以放的東西是這個樣子喔 有一個疑問是 這邊呢有一個是原廠的Joycon充電手把架 一個是原廠手把架 一個是Pro手把 這三個呢其實在背後有畫上一個圈圈 那以這樣子的圖畫看起來圖片看起來 感覺啦好像是只能擇一把它放進去而已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依照今天出去玩的屬性 來做攜帶的選擇了 等一下我們會來示範看看喔 另外這邊呢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的內袋呢看起來似乎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假設我們是背一個包包出門 沒有要另外背這個Switch的大包包呢 我們可以把內袋的保護裝置拆下來放Switch 這有點像收納袋保護袋啦 把Switch的東西分門別類的放上去之後呢 再來裝進我們的包包 應該跟相機的內襯包是一樣的功用喔 下面這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QR Code 大家知道iPhone有一個功能可以直接來掃QR Code嗎 我們呢現在就來分享給大家吧 這兩個QR Code呢 Roka其實有試著來掃這個QR Code 因為呢它是在介紹這個包包的內容 電子的說明書之類的感覺啦 那我們呢現在就來使用一下iPhone的一個小功能喔 那首先呢 Roka先把iPhone打開了一般照相機的部分 這個是一般的照相機喔 現在呢我們先來掃一下這一個QR Code 所以說呢掃完之後上面會出現 可以打開一個東西 打開來之後就會看到 喔原來這個就是我們的包包的內容啦 哇這樣子很酷喔 一個新的掃QR Code的方式 那在這邊呢有特別寫上喔 這個產品的發售日是在2018年的7月發售的 上面這個是日幣的價格啦 所以會看起來比較高一點 這裡呢還有Google可以按翻譯喔 如果按下去的話 欸網頁就可以來直接做翻譯的閱讀了 我們現在呢稍微把它按一次看看 好現在呢這樣子 哇全部就都變成繁體中文 閱讀上來說就比較沒有障礙了 看完這個QR Code呢 現在我們趕快來拆開這個包包喔 立馬來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順便呢就把它給裝裝看 可以放入多少的東西 欸非常的簡單 因為呢目前位置拉出來就是這樣一個塑膠袋裡面 把包包給裝滿了 喔現在這樣子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 Switch的包包 這個Logo呢是特別印上去的喔 質感來說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接下來的Loka現在這邊有看到 欸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是裡面的內襯包 外面跟裡面可以把它分開齁 這個就是內襯包的部分 內襯包裡面呢還有一條這個是 背帶 這個是背帶的部分 我們先把背帶放旁邊好了 這邊打開來 有一些分文別類可以來放的東西 這邊呢看起來是還不錯 因為整個包包摸起來的質感是還蠻舒服的 而且呢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材質 因為這邊做成這種有點像絨布的感覺喔 應該是等一下要來組合在包包裡面的 可能會有魔鬼山之類的東西吧 猜想啦 外面這邊呢另外一邊就是 有點像雨衣的這種尼龍材質 裡面呢 其實它的保護算做的還可以 也不會說太厚 有一點點的厚度 不至於到一放下去就會直接接觸到地面 底部的厚度呢 倒是比較薄了一點 不過也是有稍微一點點的緩衝 不會說只是一片薄薄的布這樣子喔 掉下去直接就會GG的感覺 基本上這個東西等一下我們再來放放看 可以放多少switch的相關周邊 包包的部分呢我們把它打開來之後 果然是有用到魔鬼沾 這邊呢下面有兩排的魔鬼沾 裡面有個空間 上面這裡有個網狀的也是空間的部分 可以來支付的空間 等一下我們先來把它給放放看 把內襯給裝進去好了 接下來就可以把它蓋起來拉拉鍊 來試試看好了 拉起拉鍊的感覺到底怎麼樣 整體來說呢 拉完拉鍊之後感覺會變成這個樣子 有點像一個吐司一條吐司的感覺 比一條吐司再稍微大一點拉 可能像加大版的吐司 下面這裡有兩個扣環 這邊有兩個扣環 這個扣環呢應該是等一下就會拿來 背我們的背帶用的 現在呢我們先來把它給裝裝看 裡面可以裝下多少的switch吧 大家呢現在可以看到桌上這些switch的周邊 跟主機還有底座等等全部都在桌上 首先呢switch主機是絕對不能少的拉 所以我們先把switch的主機給擺進去 它是絕對不能少它就是主角嘛 再來呢我們要把它底座也順便擺進去 所以先把它底座也擺在前面這一格 喔底座的收納也是ok的這樣大家看得到嗎 目前switch的主機呢是在這邊 然後呢底座在這邊 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帶口 可以放什麼東西呢 我們先來放放看好了 先放一隻pro的手把 感覺pro的手把其實有點ㄍㄟ 我們把pro的手把放進去喔 欸可以可以 這樣子其實會有一點點去 撐到它的類比搖桿 所以羅卡再來換個位置放好了 其實是蠻緊的 所以在防的時候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會有一點撐到類比的搖桿 這個東西是真的 看起來應該只能遮衣來放 不過我們先把這一個小的Joycon把它拆下來好了 把它拆下來 一樣把它放在旁邊這裡 現在這樣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還有一個插頭 插頭很重要 旁邊這裡可是有一些空間可以放 所以我們把它直接塞在旁邊試試看好了 線把它直接把它收這樣子 來看看這包包到底可以放多少 接下來呢還有四隻這個腕帶的部分 腕帶呢我們一樣把它塞進去這個小小的孔裡面 把它塞進去 線呢就露出來擺旁邊就好了 因為線的自由度比較高一點 現在目前位置塞完之後是變這樣的 好像有點膨的感覺啊 我們繼續來塞塞看 前面看到還有兩條線 這個是HDMI這個是pro手把的充電線 線材的部分就把它放在上面這裡有一個網狀 這樣看得到嗎 這裡有個網狀的收納槽 我們把它放進去好了 好 算完之後呢我們來把它蓋起來試試看 可不可以把switch的東西全部帶走 其實是可以的耶 到時候呢裝起來會像這個樣子 有點膨啦 但是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剛才桌上所看到的東西呢 只剩下Joycon的左把架呢是沒有辦法帶走的 其他呢都可以帶走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要四個人一起玩 或者呢是一個人要自己來玩switch 想用pro的手把來好好的玩一下呢 這裡都可以滿足喔 另外呢剛才還有一個東西就是遊戲 遊戲還沒有放到 那遊戲怎麼辦呢 裡面的空間其實我們看起來啦 如果說呢大家要在攜帶遊戲的話 應該可以買那種小小的塑膠殼 裡面專門放卡夾的 然後要比較小比較便 這裡呢有一個小地方可以把它塞進去 甚至呢底座中間的這個空位呢 也是可以來放我們的遊戲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我們switch主機呢 裡面也可以來放一個遊戲喔 基本上帶遊戲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接下來呢我們就把它給直接扣起來 把它給拉鍊拉上關好它的門窗 再來要背上我們的背帶 實際來背背看呢 這個包包背起來感覺到底怎麼樣 那我們的背帶呢 在這邊我們先把它給拆掉 兩邊是很簡單的這個塑膠扣環 那這個塑膠扣環呢 想當它的左右一定是各一邊的 好不好我們直接把它扣進去 扣進去之後我們就可以依照 身高的要求或者是喜歡背的方式 舒服為原則 來去調整這個背帶的長度喔 好整支影片這樣下來呢 不知道正在看這支影片的大大 覺得這個包包到底背起來怎麼樣喔 不過呢羅卡對於這支包包的感想喔 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的整體來說大小不會說到非常的大 背起來的感覺也還算舒服 只要拆下內襯把它給放在別的包包帶出門 似乎也是一種蠻方便的選擇 所以呢這個包包羅卡基本上給它也是蠻高的評價 不過呢就保護性來講啦 因為它的整體的厚度呢 雖然說不至於太薄 但是也不會到太厚的厚度 保護力稍微可能弱一點點 不過呢因為電子產品嘛 不要摔它是絕對必要的 那以它的度量 也就是它的容量來說啦 基本上已經蠻符合一般大家的需求了 因為基本上PRO手把也可以背 然後就一看呢也可以多背個兩支出去 線啊插頭啊什麼的 都可以找到一些小小的收納空間 把它們給收拾的服服貼貼喔 這樣子的裝法呢其實跟原本它在這邊畫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邊它的原廠的充電器是裝在這裡的 並不是像羅卡只是把它塞在主機的旁邊這裡喔 所以呢羅卡其實是把它炸出了更高的收藏空間喔 畢竟呢這個大家都希望可以多帶一點東西出門 萬一呢真的想少帶的話 自己再把它拿起來就好了 如果說這個包包可以有更大的彈性 也可以讓我們用的地方更廣喔 今天呢就是這個HOLY的副廠包包開箱影片啊 如果說呢有特別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比較稀奇古怪的一些周邊啊 除了用電的以外 基本上呢 羅卡都可以來做開箱分享一下 其他的3C用品如果有很好奇很想要看的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給羅卡 羅卡呢如果在經濟許可狀況之下呢 也會把它給買來開箱看看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呢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我們下次見 掰 最後呢我們要來加碼測試一下 因為有蠻多人會詢問到 這個Lineco出的行動電源保護殼呢 如果裝上去之後有沒有辦法放在這個包包裡面 現在呢羅卡已經把行動電源保護殼給裝上去喔 大致上呢是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會比較稍微大一點點 那我們呢直接來把它放進去試試看囉 嘿非常的穩固好不好 依然呢可以百分之百的把我們的拉鍊給拉上喔 如果要來帶這個行動電源保護殼呢 也可以非常輕鬆的把它給放進去喔